可以说是扑朔米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小事情 居然能够 刚才马先生说到呢 被这个中共能够抓出来 能够作为一个救命稻草 是不是在反复的加以利用 这的确让人感到非常悲哀 这么大的一个说实在的 应该说也是一个 近百年的一个老党了 怎么会这么没有这个颜面呢 那么现在我们看呢 实际上呢 中共的这个体制内啊 还是有这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理性的声音在发生 我们看到呢 这个中国青年报中青报呢 它就发表了一些 这个很理性的很理智的 或者说是在一种 这种乱世之中的 一种像清流 一股清流般的这样的一种言论 那么就说呢 要停止妖魔化外国 世界观别被毁了 那么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关于国外的这种 这个抗击这个情况呢 舆论场上是谣言 弥漫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请营销号注意吃相 别有那种下作的姿态呢 去妖魔化别人的努力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啊 抗那件事形势的了解的 不能由那些自媒体啊 或者营销号塑造 中国抗议呢 是一盘棋 世界呢 也是一盘棋 在报道我们的这个啊 抵抗的这个努力的时候呢 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去 客观呈现其他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啊 这个抵抗的努力 不卑不亢 用堂堂正正的专业报道之时 就像国人报道一个真实的啊 一个图景 我们看呢 他是这么说的啊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国的这个 那件事的防控 虽然还没到拐点 形势明显是向好 那么全球的这个情况呢 却在升级 多国的这个确诊的 这个数量在攀升 韩国破了这个2000 日本近1000啊 这个伊朗的多个政要呢 受染 意大利形势也非常严峻 那么这再次说明呢 这个抵抗呢 不是哪个国家的事 那么全球的这个命运相连 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那么可以说呢 那个毒呢 是人类的灾难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 事外以灵为鹤 必须摒弃呢 种种的偏见分歧 政治心结和 意识形态的铁幕 而形成了全球性的这个 联防联控 那么正如中国抵抗之初 某些这个 外媒的这种 所谓这个阴阳怪调的声音呢 让我们极为反感一样 当然它是中情报 是用这样的一种立论的 来体现它的这种观点 那么在世界抵抗的形势下呢 我们舆论厂常 某些这些人呢 对外国的抵抗的 妖魔化的呈现和调侃呢 一样让人反感 看最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一些这个营销号所描述的 国外的这个抵抗的场景 简直弱爆了 甚至什么 意大利人都不会戴口罩 韩国人纷纷逃到 这个国外这个避难 日本人呢连这个抄中国作业都不会抄 等等 某国人是惊慌失措 某国呢陷入了全国的这个恐慌 什么新加坡不行了 某国人为什么还不抄中国作业 某国这个抵抗的画风简直惨不忍睹 某国人很愚昧认为呢 那个东西就是普通感冒等等 某国的这个 当然这个某国是美国大家都很明白 那个流感呢就是什么这个源头 某国的东西的这个严重的让全球都顶不住了等等 那么看这些带着幸灾乐祸 调侃口吻的文章呢 感觉有些国家真的是快不行了 是不是那么回事呢 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这个中青报呢 就问了好几个驻外的记者 提到那么这些文章呢 他们都摇头说纯粹不成 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国人呢 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 或者是断章取义 或者是编造谣言 或者是夸大其词 拿贬低别人的这个抵抗努力呢 来滋养和迎合某些 某种这个虚荣感 用这样的文章的拉流量 的确太下作 就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姓梁的 这位军方的学者 也是就犯了这么愚蠢低级的错误 那么不会戴口罩 纯粹是选择性的截取 所谓的逃难呢也是夸张 还有一个朋友呢 特别谴责了 让外国抄中国作业 这种自我膨胀的提法 自私狭隘健忘 对不起国人 在这场灾害中的这种付出 也对不起外国有人的这个援助 和国外抵抗的努力 的确呢 在都在这个时候了 应该说中国的这个民众呢 付出了如此沉重的这个代价 有些人呢 还在用那套自我膨胀的这种语态呢 拿代价去炫耀 拿教训当鸡血 拿妖毛化别人的努力 当调侃材料 利用信息不对称 去编段子拉流量 实在令人不耻 现在实际上还不仅仅是 编段子拉流量 实际上是这种官方的 包括他因为不可能点出来 这个赵立坚呀 那么让人忧心的就是 他说文章说的 我们对世界的这个抗疫努力呢 对他国疫情的这个情况 真的是知之甚少 正规媒体上呢 只有每天抽象的数字在攀升 很容易呢 对整个世界形成一种误判 似乎整个世界都不行了 现在中国成了这个救星了 人们对这个其他国家 疫情的这个了解呢 很多都是由一些自媒体 或者营销号传递 让人忧心的事的 某些自媒体营销号 这个缺乏这种专业和权威 没有受过这个专业和伦理训练 当然他还兜圈子 没有提到这个 实际上官方是 现在已经在鼓噪这些舆论 那么所以说呢 他说呢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世界观的扭曲 什么是世界观 就是对世界万事万物的观点和看法 可真实全面的这个世界呢 都看不见 哪会有靠谱的世界观呢 有些人这种价值观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这个三观扭曲啊 跟这个信息流动不畅 所形成的信息减防 不无关系 作茧自负啊 当我们看到那些爆款文 后面一边倒的 连抄作业都不会的 这样的留言的时候呢 很为这些人痛心 他们并不坏 只是信息呢 没有信息的来源 这种受害者 所以说呢 善良的人呢 很容易被那些心术不正的 吹捧 误导 那么应该打破这种信息减防啊 看中青的这个文章呢 又再次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呼声 要打破信息的减防 实际上就是打破这种 信息的不自由 新闻的不自由 但是我们对世界抵抗形势了解呢 不能用那些自媒体和营销号塑造 中国的这个抵抗是一盘棋 世界也是一盘棋 在报道努力的同时 我们的媒体应该去客观呈现 其他国家民众和政府的这个努力 不卑不亢 说用堂堂正正的专业报道呢 去向国人报道一个真实的图形 伊朗呢 不只是正要染病 那么普通人如何面对 韩国不只有攀升的数字 还有国家层面是怎么防止扩展和输出的 风月同天的日本 是如何面对医疗物资紧缺问题的 新加坡是怎么闯过开始那一关 并且是有效防控 等等 那么都要做真实的报道 那么如果外国的媒体呢 这样妖魔化 我们啊 就是中心的文章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定会非常愤怒 人同此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请这些营销号嘛 实际上这些营销号呢 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所指的我们相信呢 不仅仅是营销号 那再别用那种下作的姿态 去妖魔化别人的努力 国家需要同舟共度 世界也需要 我们的专业媒体呢 应该用良币驱逐劣币 呈现一个全球共同抵抗的客观全景 避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误判 那么这是中清的 这个报道 一篇这个习文呢 应该说是一篇习 同时我们看到呢 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 官方的学者呢 也认为呢 就说这个包括这个葛建雄教授呢 他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呢 这个采访就有人问了 说有传言说啊 这次这个问题呢 是源自人造的 这个毒 或者呢 国内的这个实验室泄漏 或者来自国外 那么 但是尽管已经辟谣 但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人家广泛流传 那么这个葛教授就说呢 他说 我从一开始就认为 这些说法是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那么社会上大多数人 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有些人自以为有知识 有判断 其实缺乏基本常识 阴谋论是不需要证据的 只是一旦 被某种势力所利用 就显得更加的阴暗 阴谋论全世界都有 还会不断的出现 我们这儿呢 之所以阴谋论盛行 是由于某些人呢 得到了这种纵 甚至认为呢 传播这些东西 对中国有利 似乎是爱国了 爱那个党了 比如说呢 有些人这个散播 这个转基因的阴谋论等等 连这个院士呢 都不敢说话 一开口就被骂这个卖国 其实呢 对我们 这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 反而呢 会给整个这个国家民族呢 带来这个损失 所以说呢 葛教授就认为呢 不要去理会那些 制造阴谋论 相信阴谋论的人 所以说他认为呢 重要的是主流舆论的 一定要守得住 不能让那些阴谋论 网络暴力放声自流 但是呢 这些呼喊呢 应该说 对于中共体制内的 某些人士或者官员 甚至是级别很高的官员 甚至是级别最高的官员来说呢 可能都是不大众听的 那么同时呢 他认为呢 这个 知识分子的作用呢 就是要建立在自己的这个知识基础之上 知识为什么有价值呢 因为他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知识分子应该有自知之明 对自己呢 真正有把握的问题 提出意见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越出带袍 或者说呢 更不要去话中取从 所以说呢 他作为一个 记者问呢 就说 你作为一个 中共的这个 中央文史馆的管员 对于目前的这个防疫抗疫 有什么样的建议 他说呢 我不是医学专家 不可能提出 抵抗这个事的具体建议 那么他是向这个文史馆 提交了一篇短文 陈述了历史上三件事 和三个教训 他说呢 第一 很多那个读呢 都是通过人员流动来传播的 比如东汉末年 因为有一批 这个匈奴人呢 从河套到了这个洛阳 然后又到了山西河南等等 那么就传播了 当时的这个鼠疫 这个毒 当时政治天下大乱等等 军阀混战 造成这个百万人的逃难 那么人口的这个大流动呢 导致GN22年呢 爆发全国性的瘟疫 今后的这个 他说呢 以历史为契机呢 历史为民进啊 可以建当今的 所以说呢 他认为流动更大 那么这种传播的可能性就更大 第二呢 就在东汉的时候呢 这个一部分人就已经知道 这个得了病 要隔离 把有些这个病重者 抬到这个郊外 看似不人道 却是个好办法 当然这是他的看法了 但是呢 外地来的官员认为 这是不仁不孝之举 要求通通排回去 结果导致了更多的这种丧生 所以说他说呢 这个抵抗不能只讲道德 他要讲科学 第三个呢 就是说呢 他认为呢 因为这个染的比较多 那么当时呢 曾经规定 如果家里有三个人染了 可以不上潮 那么结果呢 有人就反对说 拿了公家的俸禄 怎么能不工作呢 那么规定要废除 导致了 结果导致交叉的这种 这种传染 所以说呢 不能只讲奉献 只讲奉献 不讲科学等等 那么当然 这个葛教授呢 葛管源呢 他从这个自身的这种 从历史的角度呢 发表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同时呢 发出了自己的呼声 我们认为他这个 这种 一系列的这种阐述呢 是相当冷静和有理性的 对于钟卿的这篇文章呢 同样的是 充满了理性的声音 马先生 你觉得现在就说 这是一种 应该说是一种 体制内的健康的力量 但是这种健康的力量呢 它到底是代表了一种主流呢 还是一种 可以说是破诱 简直是因为 实在是荒谬的离虎了 他坐不住了 而偶尔的发出一种 勇士的这种声音 谢谢安华 那么刚才呢 您做了这样一个 新闻背景的介绍 根据看到这个 新闻背景之后呢 我也为这位 葛建勋先生呢 觉得很是难过 那么曾经呢 我和葛建勋教授呢 我们也是有过交流 也是有过面对面的 一些这个互动 那么今天 他的这样的一个 站出来来去讲 这些一些事情呢 让我觉得 个人觉得呢 他真的是 还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不去评判 其他方面 就简单 就这件事来讲的话 他讲的最重要的几个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 这一次的这个阴谋论 那么这一次阴谋论的 这种传播 那么他作为一个 非科学方面的 而是作为一个 历史方面的 一个学者来讲的话 他就说得很清楚 刚才您提到的是 他是这样说 他说 这些说法呢 他一开始就会认为呢 这是一些胡说八道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呢 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有些人呢 自以为有知识 有判断 这是缺乏基本的常识 当这句话说完之后呢 让我不仅回想起 我们明镜在 一开始爆爆疫情的时候 就对于阴谋动的 一些基本批判 那就是这个 是不是从某个 实验室合成出来的 一个新物种 或者是一个新病毒 那么研制的 这是一个 争论了很久 到今天还有一些人呢 在炒这些剩饭 那么就说这个东西呢 还是合成的 然后被创造出来的 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 很多人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被创造 或者是它是被人合成 还是它从实验室流出来 等等这种方式呢 三个根本是 风马牛不相齐的话题呢 自以为认为呢 是统一的 或者是逻辑统一的 或者是呢 这个条理是清晰的 很多人呢 对病毒的简单认知呢 基本上都大多数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电影 电影 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就是从这个 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当中呢 来寻找自己的知识点 也许我们可以从那里 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但是一定要记住 那只是为了能够让你娱乐一下 并且让你觉得呢 越来越发的惊悚 而是现实社会当中 或现实生活当中呢 并不具备这种戏剧系 所以呢 很多人呢 也是犯了很大的一些错误 葛建勋教授在批评 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很难 你会发现 他说的很多这个话呢 是让我这玩儿再说的 他说呢 就是这个重要的主流的鱼梦呢 一定要守得住 不能让那些阴谋梦 网络的暴力呢 放了任自留 那么其实这个话呢 翻过来 如果肯家直接的就说 就是一句话 主流媒体怎能够 不守住自己的底线呢 怎么能够去说这些阴谋梦呢 甚至去逗容这些呢 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主流媒体 说你主流媒体就没守住 话外之音对这个意思 但是他也很艰难的 在绕着圈这样再说 那么我们不愿意去这个 去评判更多的一些价值 或者是道德 但是呢 葛建雄先生呢 就说的这样一个话 说宋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 宋慎的文人来 文人呢 是历来都有 就是不断地包装这个圣贤 或者等等 这个话呢 是他这一次说的话当中呢 说的呢 可以说是最重的 或者是意识形态 或者政治上的不正确 前面呢 是技术性的不正确 但是这个呢 是这个 他就是讲得非常清楚 在第一句话里边 关于阴谋问的时候 他说到了一句话 他说呢 绝大多数的人呢 是没有判断力的 这句话呢 就是印证了 明镜的一位 这个我们的老嘉宾啊 也是非常令人衷重的 胡平先生的一句话 或者胡平先生 曾经在今夜很真经 栏目里边讲的一句话 是什么呢 就是他说的很简单 那么说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 缺少讲理的环节 也就是说缺乏的是讲理 没有这种理论 或者是让你建立自己的 个人的思辨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在历史的典故也好 都没有 那么葛建云教授呢 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再一次呢 把这个事呢 也通过非常隐晦的一种方式呢 展现给大家 那么还有就是这篇文章报道当中呢 就是在讲这个 他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 中央文史馆的馆员 对于目前的这种抗议啊 就现在这种情况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他呢就讲了三个故事 这三个故事呢 都让我们看到了 其实他说的是东汉时期 实际上呢 说的和今天是一模一样的 他就表示的一样 一群人呢都在 干坏事 而之前在回答这个问题之间呢 他又说了关于宋慎 是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的一部分 因此呢 就是说很多人利用这些东西呢 用愚昧无知 愚蠢至极的方式呢 在装扮成自己是一个爱国者 或者装扮成自己是一个是 什么样的人物 而实际上呢 他在害了这个东方的文明 他也在不断的呢 伤害了到今天为止 可以说 非常非常艰难 所奠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 让他 从我们个人的这个理解方面来讲的话 这就是一次 这个葛建勋先生的 一次非常非常难得 或者是 难得的 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已经难得 难道的就是说 不能在难的一个方式的 在讲述着他自己对于这些事情的一个认识 那么也是非常的非常的艰难 那么说这点话呢 也很是不容易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好 谢谢马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的确 葛先生啊 葛建勋教授的这篇 讲话 或者说是接受采访的这些 发言呢 这些论点呢 这些观点 这种阐述的这种技巧啊 应该说是已经是到了一种非常 令人呢 感到不义 感到为他呢 既感到这种揪心 应该说呢 他这些讲话呢 如果说要深揪的话呢 可能又会 惹怒了某些人的这个龙颜 同时又是他说的这个宋圣啊 所谓这个宋圣呢 意为何止 我相信呢 大家 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键的时刻 往往的这种 价值的这种真实的这种面目呢 一个价值观的真实的这种 与否的这种判断呢 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能够显示出一个人的这种操守 节操 那么这个时候能说出这样的话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正像这个马先生刚才所说的 是有风险的 同时也是用了很多的这种 绕着弯的方式 用着委婉的方式 实际上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让你这个当前者呀 不要太